雪布应该说NBA的球迷对他还是很了解的 没错 这球给到篮下的布莱德索 带出来 轻松啊 轻松啊 第一步就过 这个启动你一看就不一样对吧 窜出去了 你看这个 这个明显的这个一下子就过去了 说过程转换速度 没错 前面 其实有机会了 好球 上球过来之后 再上王泽灵 一对一打啊 这个确实你看 我们讲就是 上下之力量的衔接其实有一点问题 球一旦下来之后他经常会出现失误 这球是雪布 这真的就是 这个个人能力确实强 强吃啊 打个赞术 打一个赞术的暗号 打了下 三分的机会 雪布的三分球呢 在NBA他差不多晚是33左右 那这也算是及格了 到C 球速也慢 这球有失误 你失误就完蛋 上海队利用失误得分能力非常强 给到王泽灵 又有点压抑强度 延续了就是在 第一阶段的后面两场比赛这种气势 对 有了布莱德索 不要忘记啊 布莱德索他的防守能力也是非常强 是 他的抢断能力 当时在NBA联盟也是命令前茅啊 嗯 那么他的攻守转换的速度意识也是非常的到位 大 这边呢 四川又是一个失误啊 哈达迪在收下篮板之后呢 给到队友 但是给的太高了 又挨一个反击 又是一个三分 又是雪布的三分 第一个就是马兰啊 今天的进攻 他虽然有速度 嗯 但是呢 马兰的进攻自己本身的得分 并不高 这么快跟上海队打节奏转换 现在又加了一个雪布 是 这个雪布一上来明显的 这个能力啊 跟他的这个级别啊 差点把防守圈给轰倒了 这个级别就 就那麦乐跟他就不一个级别了 对 同样是外援两个后卫 嗯 但你看麦乐在第一阶段 大家都觉得进攻不错了吧 你再看看雪布 就是